水平不行别硬来 亲情不是挡箭牌 逻辑不好别胡闹 催泪不是万能药啊 同学们大家好 我老刘啊 前两天去影院看了 惠英红和刘浩纯主演的 剧情家庭电影灿烂的他 电影是改编自一部韩国片 寄春奶奶 因为原版我没看过 所以我就想问一问 有没有同学是既看过原版 也看过灿烂的他的 完了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原版就是拍的这么干扁声音吗 按理说亲情刀一出窍 谁来谁都跑不掉 亲情刀一出手 谁看不得哭成狗 所以我就想不通 为啥主打亲情的灿烂的他 不仅没法让观众看完觉得感动 还会让人无法控制的觉得烦躁呢 电影的故事梗概是 由惠英红扮演的奶奶 儿子死得早 她跟孙女相依为命 某一天带孙女逛街的时候呢 孙女就丢了 奶奶苦找十余仔 终于在某天找回了一个存放 但这次失而复得的背后 还藏着更深更复杂的隐情 首先这个电影从基础逻辑这一块 就设计的非常之糙 比二十年不洗脚的黑皮体育生 那个脚后跟的大黄奸还糙 为啥孙女会丢 因为奶奶把孩子放到摇摇车上之后 牛脸给孩子买衣服去了 再一牛脸孩子就没了 咱说就那么大点的孩子 带去那么乱的街上 寸步不离那不是最基础的吗 孩子就玩一会 爸爸的爸爸是爷爷 能花多长时间 你就站一边等孩子摇完了 再领气一起去挑衣服 那急啥呀 行我就当是老人呢 头脑转的慢 咱不搞这个受害者有罪论 但问题是孩子不是被人贩子给掳走的 不是随机遇害 孩子是被他妈给偷偷带走的 电影后边还用剧情交代了 说孩子爸死了之后 他妈就一直想把他给带走 是奶奶死活不让 所以他才偷偷的把孩子给抱走 大伙都不用细琢磨 就能发现在里边的被一个也忒大了呀 孩子妈想把孩子抱走 还得趁你们祖孙俩逛街的时候 那他是怎么知道你们哪天逛街 逛哪条街的呢 他是咋知道你会把孩子给单独放下 啥时候单独放下呢 为啥这个当妈的就能刚好抓准这个时间点 然后将孩子一举拿下呢 他是天天不吃不喝不拉屎 24小时跟踪尾随你们 就等着你们出门啊 詹姆斯邦德都不敢说 自己有这个经历跟闲心吧 然后再说孙女那边啊 电影为了展现孙女这个角色的生存不易 上来就展示 他跟一个好姐妹被坏人给囚禁了 坏人天天逼他们直播卖假的姐妹药 然后他们还要被各种的虐待打骂 啃大馒头就凉水 闺蜜未疼好几个月了也没法就医 我估计编剧也明白 观众看到这肯定会有疑惑呀 他们既然都能直播了 为啥不能报警呢 所以就特意安排这俩坏蛋对话 交代说他们的手上有孙女他俩偷东西的证据 所以孙女绝对不敢报警 我当时直接就看生气了 编剧你不会还搅着自己还挺严谨的吧 咱说但凡是智商超过60的人 都能懂两害相权取其情是不是 你有盗窃的证据你多啥呀 我报警跟你鱼死网破了 被抓进去那就关个半年一载的 不比在这嘎的饱受折磨活活病死强啊 尤其是你俩还是个臭放高丽带的 身上一堆千颗呢 那到时候还能有你们好果的吃吗 谁怕谁呀 编剧你还不如说这俩女孩杀过人 所以他不敢报警 观众还能稍微信服一点 但后来孙女跟姐妹终于还是决定要逃跑 因为啥呢 因为坏蛋开始逼他俩穿情趣内衣 搞色情直播了 触碰到他们的底线了 对咯 卖假样骗人加挨揍受虐带都没碰着底线 但是搞色情直播加挨揍受虐带 那就碰着底线了 你们这个底线长得还挺宝偏呢 完了他们逃跑这一股了 也看得人的血压哭哭声啊 孙女慌不择路逃进了冷链车 被困其中的时候 手机就刚好就没电了 好好好 孙女你逃跑之前啊 有站在窗边满脸忧郁 挑望远方的gumper 咋就没空给手机充一个电呢 更恶心的是 这段追逐戏的中间还加了一个詹姆斯盖尔 我当时吓得死语言都蹦出来了 我算是见识到了啥叫未搞心态 无所不用其极啊 下手太嗨意了你们 其实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 目的性特别强的商业电影 就是说观众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电影为了调动气氛 为了制造效果 为了达到所谓的精彩 就玩命的往有限的市场里面塞东西 而灿烂的它就是典型中的典型 什么亲情 误会 威胁 压抑 无奈悲伤 治愈 各种食材呢 不洗不切不削皮 光光全都搞里头 糊润糊润咕嘟咕嘟 最后给你端一大盘猪食上来 你说哎呀 不好吃吃不下呀 人家根本就问你哪儿不好了 你就说你要啥吧 你要啥我这里边没有啊 举个例子啊 说这个孙女逃出魔爪 跟奶奶一起生活之后呢 还重新回到学校上学了 但是那俩坏蛋并不打算放过她 各种的威胁恐吓 还去在学校贴了一堆 她的不雅照片啥的 关于这个坎呢 电影是咋处理的呢 是奶奶私下约出了两个混混 然后一顿灌酒 给人家灌笔物之后 抢了手机跑了 编剧啊 你都不如把奶奶写成一个酒托 那电影的反差感 还能稍微强点啊 但也不多 这一段很明显 是想要营造一点 轻松温暖的气氛 不想让观众的情绪太过压抑 但问题是 被坏人拿私密罩威胁 是一个多恶劣多恶心的事啊 观众心里边 根本就放松不下来啊 而且编剧这个时候 又想起来给自己叠假了啊 说校方其实报了警 警察还教育奶奶说 以后再遇见这种事啊 你们得来找警察 不能自己处理啊 可是咱就说 你们警察也没处理啊 那俩坏蛋事后啥说法都没有 大摇大摆不就走了 找你们有啥用呢 电影这么拍是埋的谁呢 这俩读的大量的 散播他人的隐私照片 都不用抓去警局 做做调查吗 这不更是给观众添堵呢吗 那么既然唠叨了私密罩 这一块 我其实还想多说两句 多么夸张的渲染私密罩的 威胁性和可怕性 咱们就应该摆正心态 被偷拍被强迫拍摄 哪怕是我自愿拍摄 这些照片都不能成为别人 来要挟我的把柄 如果你胆敢把照片给散布出去 那么这些照片 也不是我的人生污点 那是你的犯罪的证据 这一块懂不懂 其实灿烂的他在最后 是有一个大的高潮跟反转的 这个反转本来应该成为 全片最大的一个情绪的煽动点 那和前期实在是 那态度太频繁了 就导致最后当谜底揭开的时候 我发不出一点wow的感慨 满脑子就只有终于完事了 可算结束了 因为孙女也参与了一些违法的行为 所以当她在法院接受审判的时候 一副身无可量的样子 法官问她啥 她都是你要这么想 那我也没有办法的态度 后来奶奶及时赶到来给她当证人 本来这段独白应该是特别感人 特别催泪的 但奈何台词写的 实在是过分的矫情和作作 让人听真的头皮发麻 奶奶说是 她是骗子 她干了啥啥啥 骗我爱上她 喜欢她 但她也是一个好孩子 她不会真的去伤害别人 去骗别人 巴拉巴拉 一顿巴拉呀 当时我看到这我就心思说 你奶奶不是 奶奶你说什么呢 你俩来法院演穷妖剧啊 编剧你就不能写一些 真真诚诚踏踏实实的台词吗 真诚才是第一必杀剂 你们还没整明白吗 后来孙女被判了9个月 对才9个月 前头被囚禁都不知道囚多久了 你早报警的话 可能现在都已经刑满释放了 我得骂呀 但是奶奶的身体状况却是越来越差 开始不认人不计事了 我必须得承认的是 从奶奶生病 孙女照顾到最后奶奶去世 这一段的剧情 我还是有被感动到的 因为这就是最标准的 亲情片的必备环节 只要你给到了 观众一定就会被打动的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 在奶奶没了之后 电影又加了非常长的篇幅 一出又一出的煽情 试图继续把观众的感动往上拱 这回好了 这得给我他们拱熄火了 其实对于灿烂的她 我最直观最整体的感受 就是她好像是一条劣质的百家被 东拼一块 西凑一块 缝缝补补又一块 花里胡哨乍一看 哎呀色彩斑斓的 真热闹啊 但实际上 块一块之间的衔接 突兀生硬 缺少主次重点 没有降略节奏 再一深究细琢磨更会发现 这条被子 其实从心里就是单薄且防硬的 最后来一个总结吧 怨献是毒 灿烂的她 毒性七颗星 故事干扁 逻辑不顺 从头到尾用力过猛 跌宕起伏的背后 是满满的生硬跟漏洞 我甚至都没法推荐 想哭一哭排排毒的同学去看 因为我搅着 不如在家重刷 真欢传里 没姐姐死的那一集效果好 但是假如有同学 最近想去影院看恐怖片 那倒是可以试一试 因为这部片子 一惊一乍的音效 那不比果恐逊色呀 好那这期就到这了 我是刘老师 咱们下期见 好